探索科学心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看看 地球未来有可能被太阳吞噬吗 宇宙当中恒星跟万物一样有生有死 天文学家最近首次捕捉到行星被类太阳恒星吞噬的瞬间 似乎也预告50亿年之后 太阳系也可能上演同样情况 到时候地球将会被太阳一口吞下 浩瀚的宇宙里存在着许多星体 恒星与行星一直是许多天文学家研究的目标之一 虽然学者们早就有恒星吞下行星的理论 但却是首次捕捉到行星被恒星吞噬的瞬间 未在智利的双子座南方天文台就观察到难得的画面 右边这颗恒星进入垂死阶段 不断地发热和膨胀 越来越靠近行星 随着两个星体之间形成潮汐作用 最终行星遭恒星一口吞下 它膨胀的时候到四个太阳半径的时候 四个行星其实已经很靠近这个恒星了 但之前还是可以稳定地绕着恒星在攻转 但是当这颗恒星膨胀到四个太阳半径的时候 它已经非常靠近这个行星了 所以这潮汐作用就会让行星螺旋是 鲁弦式的绕着那个恒星绕 慢慢然后掉入里面去 然后被吞噬 这场银河盛宴发生在距离地球 一万三千光年之外 恒星质量是太阳的零点八到一点五倍 被吞没的行星大约是木星的一到十倍 虽然这样的现象在银河系里并不少见 但是恒星是如何一步步迈向死亡呢 一个恒星是在用所谓的氢融合 所以就是氢燃烧在内部 那等到到了末期的时候 氢融合 氢的燃料已经被燃烧完了 它会进入所谓的亥隆合 因为亥隆合的时候 它的周遭旁边有一层所谓的氢的壳层的燃烧 那这个合层燃烧是不稳定的 所以它会使整个恒星的半径膨胀 因为恒星内部不断进行着各种核融合反应 核心区中的氢将融合成氦 等到氢耗进时 氢体冷却 体积变小 温度上升 并开始进行氦融合成炭的核反应 使核外层的温度上升 氢体整体向外的热压力 大过于向内的重力 于是开始膨胀 表面温度因此降低 外观也呈现红色的低温特征 因此被称为是红巨型 膨胀的大小跟它质量有关系 通常认为质量越大的话 膨胀越大 像我们太阳 大概可以膨胀到256倍的太阳半径 有些质量更大的话 可以膨胀到1000倍的太阳半径 而依照目前恒星演化论的预测 我们的太阳很有可能在51年之后 上演同样的状况 到时地球将会被一口吞下 基本上在地球半径 里面的周遭的这些行星 都会被膨胀的太阳吃掉 就是说那基本上这些东西 就是它们都不会存在 比如说金星啊 比如说水星啊这些的 那它们都会被吃掉 然后它们就全部都消失了 不过也有天文学家认为 一切都还很难说 因为演化的过程当中 星体的重力重新分配 地球有可能因此逃过一劫 另外一种模型就是说 在恒星演化过程中 在演化过程中会有些质量会丢失 失去部分的质量 失去部分质量也代表 它重力减少了 重力减少的话 行星的轨道就会往外移 所以有些模型就说 它这地球轨道刚好可以落在 红巨星的外面 所以不会被吞噬进去 虽然地球等行星 是否会被吞噬 还没有定论 但可以知道的是 到时地球环境 已经不再适合生物生存 即便如此 科学家们还是把握时间 希望尽可能解开宇宙的奥秘